湖南卫视大型竞技类节目《歌手赛诚》以逼近尾声, 汪峰作为首发阵容仅剩的三位歌手之一, 在上期歌手竞演中带来曾因生活拮据而迈出的歌曲等待, 高难度的表演大获好评, 也凭借本期精彩表演成功获得两期综合成绩最佳。 据悉,汪峰即将在《歌手第十期》带来的又是一个冷门小众音乐《忘了我》, 而这次的选举再一次引发期待。 这期进演作品《忘了我的原作者》李欧, 是汪峰中央音乐学院的师弟, 也是相识二十年的老友, 李欧在音乐上受到汪峰颇多帮助, 这次汪峰不仅仅继续担当向大众推荐英秀作品的音乐传递者, 同时也是全力支持老友在线兄弟情谊的表现。 作为诗歌,从毫不犹豫地帮助李欧制作专辑, 到以好友的身份献身李欧的各个舞台, 汪峰一直默默地给予支持。 无论平日工作有多忙, 只要是李欧的邀请, 汪峰一定会到场。 汪峰说, 很多年前和李欧是音乐学院的校友, 后来离开音乐学院开始走音乐之路。 每个阶段, 我都听到了李欧同气的作品, 我一直在鼓励他。 原因挺简单的, 我们是一样的出身, 无论发展到哪个程度, 我觉得我都不应该忘本, 忘记当年我自己和许许多多位音乐奋斗的人的影子和生活。 不忘初心是汪峰一直以来做音乐的信念, 无论自己的事业走多远, 用心做好音乐是最基本的准则。 歌手已经进行了九期, 从每一期的选歌不难看出, 汪峰不仅在唱自己喜欢的音乐, 也在力推优质原创音乐, 每一首歌曲在汪峰的改编下, 都被再次赋予了新的生命。 在这个充满竞技味道的舞台上, 汪峰能够以好歌推广员的身份, 充满诚意地进行每一次演唱, 每次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正如很多网友说的那样, 汪峰在这个舞台上的意义, 不是他用这些歌曲拿了第几名, 而是他把这些我们从未听过的音乐带给我了我们, 他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好音乐和好的演绎, 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弥足珍贵的。